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天安门广场看升旗 是非常的壮观 也成了天安门广场的一个亮丽的风景线 昨天呢 十万人齐聚天安门广场看升旗 但是我们知道到天安门广场 这个时间点比较冷 要多穿点衣服 小心着凉 下一条消息我们来看人民日报 这个呢 它是一个老的人民日报 1979年1月1日发表的 就是告台湾同胞书 而且在这个人民日报里面 还有一个消息就是 当时的国防部长徐向前就发布命令 停止炮击大小金门这些岛屿 那么人民日报 事隔40年又发表了新的社论 也就是发表40年之后的这个社论 表明大家还是在坚持和平统一台湾问题 下一条消息我们来看 这是台湾的联合报 习近平今天将会对台谈话 和平统一将成为主轴 这里面也需要考虑经济和社会的融合 另外呢就要促进民心的相通 这个是非常非常的关键 我们再来看下一条消息 这个是台湾的中国时报 国台办和海协会都已经提出来 和平统一的大政方针 那么民报呢就指出多个政要都谈出要和平统一 包括台中市长卢秀燕就指出 希望能够少一点政治多一点经济 要帮助人民 这才是人民所愿 所以和平统一是两岸的大事 台湾的联合报还是在说相关的问题 中共对台40年三延续两断裂 三延续是什么呢 实际上就是之前所提到的两岸一加七 这个要延续 还有一方面就是中央对地方也需要延续 还有一个就是和平统一的方针 也需要进一步的延续 两断裂呢就是寄希望于台湾人民 而不是台湾的当局 另外一方面的话就是 从两党的谈判到官对官的谈判 这实际上都是一个很大的变化 再来看台湾的旺报 蔡英文元旦谈两岸 这个两岸呢 他抛出了四必须三防护 那么其实质呢 就是越来越接近一边一国 非常非常的危险 这个消息还是在说 蔡英文现在的心态是更加保守 而且拒绝和中国大陆交流 这是来自于中国时报 那么台湾的联合报也指出 中国大陆的学者就已经说 这是对大陆最敌对的一次谈话 所以千万不要玩火 玩火者必然会自焚的 另外一条消息 我们再来看中国时报 还是说蔡英文如此导航 绿营可能会沉船 靠美国的GPS是不行的 中国已经有了北斗 用北斗来导航 两岸的关系就能够和缓 另外再来看 蔡英文现在是争取连任提名 深深的向谁靠拢呢 向深律靠拢 深律想干什么 想搞台独 完全是不得人心 下一条消息 特朗普又惹事了 他签署了亚洲再保证倡议法 实际上是鼓励对台湾再次军售 定期化的军售 定期化的人员交流 这实际上是有备 一个中国的基本原则 也是为中国大陆所不容 经济日报也对此做了相关的阐述 再来看